明前茶和雨前茶有什么区别呢 第一呢 材质的时间不同 明前茶呢 是清明节前材质的茶叶 而雨前茶则是清明后古雨前材质的茶叶 那第二呢 品质和口感又不同 明前茶呢 比较细嫩 而雨前茶呢 滋味鲜浓 比较耐泡 那明前茶的氨基酸含量相对呢 后期的茶会更高一些 而具有苦涩味的茶多芬相对较低 那这时候的茶叶口感呢 香而未醇 雨前茶呢 细腻度呢 相对较低 内含物质丰富 口感呢 有轻微的苦涩感 香气比较高 滋味纯爽 回甘生津比较好 那第三呢 就是茶的产量有不同 明前茶呢 茶量较少 雨前茶呢 产量比较多 明前茶呢 受到温度的影响 茶叶呢 芽的伸展速度呢 会比较慢 所以呢 采茶的数量呢 又会比较少 物以稀为贵嘛 所以它的价格是偏高的 而雨前茶呢 所在的时候 温度呢 有所升高 芽叶的伸展速度呢 也会游手加快 而且这个时候 生产制出来的茶叶呢 会更加的鲜浓 好吗 好吗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